Hello 我是小妍 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点干货 就是iPhone 12 Pro这台手机 我经过半年的一个使用时长的一个真实体验 方便给大家做一个购买的参考 首先这台手机我之前是在发布会之后第一时间入手的 本来之前也有考虑去买iPhone 12 Pro Max 但是考虑它的尺寸过大 所以说我买了这样一个iPhone 12 Pro没有带Max的小版本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使用下来 我觉得和我的之前的iPhone 11 Pro Max比的话 确实有一点失望 因为它的屏幕只有比Pro Max小了 接近20%到30% 整体手感虽然说变好了 但是实际在使用中 特别是打游戏和看电影的情况下 你的体验确实是有所下降的 再一个就是它的续航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基本上每天必须有两次的充电才完全足够 你如果早上充电到晚上 基本上电力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支撑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 它的CPU是多么多么的强什么的 而实际在使用过程中 CPU真的是目前属于一个过剩的状态 至少在现在没有非常合适的APP 能体现出它的一个价值 这是刚刚讲到一些我很失望的地方 同时它也有非常多的优点 我用iPhone 12 Pro 在夜间和白天拍出了非常多 让我非常震惊的画面 等会我会分享给大家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激光雷达 和iPhone 11的一个差距 就是它能够更精准的通过AI去识别 一个虚拟的尺质 特别这段时间我家来装修我经常就是很少去带尺质 食物的尺质 而是直接拿到这个手机这么去测量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的 还有一点就是iPhone 12 Pro的这个凝角的设计 之前iPhone一直是用的比较圆润的外观嘛 在iPhone 12这一代直接将它做成了这个圆角设计 但是iPhone 12 Pro又和iPhone 12有一定的区别 iPhone 12的边框更像是塑料 更像是铝合金 但是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的这个金属 不锈钢的这个材质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想买iPhone 12 Pro 我建议去买这个亮色的 就是银色和金色 它的这个颜色要更耐看一些 这个颜色刚开始觉得好看 但是它真的不耐看 你用了半年之后 这个颜色真的是不那么好看了 所以说这台手机目前在接近于八九千的价格 入手的话还是比较贵 特别这一代的升级并不是很大 如果是现在这个阶段想去入手iPhone 12 Pro 或者是12 Pro Max的 我建议等一等 因为iPhone 13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亮点 这就是我的一个购物使用体验 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